香草 我叫斯仁巴布 今天48 我是从十年以前就开始一个玩这个越野车 我喜欢开越野车 也就是从我在以后 现在生存这个环境有关系 比如沙嘛 从小也是特别喜欢这个越野 最后我开越野车 第一个是冲到这个沙里面以后 很多以后或者游客或者体验者以后 觉得评价挺高 挺刺激 这种的以后 我就是以后越来越喜欢这个 这个是我母亲 这是个大女儿 叫乌冬娜 就是星星的意思 这是我二女儿 叫苏妮娜 这是独一无二的意思 这是外人 我个外人是十四五年以前 我爸母人时代 那个时候喜欢他比较老实 人勤快 所以那个时候牵了一条城 就嫁过来了 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好 离城市也比较远 各方面都不实验 就是这地方首先是穷 没水没电没漏 没水没电没漏 没漏 这个房子 开起来 刚刚那次 刚我住的房子 几乎有个小童医药 没有电 没有漏 就是医疗了通行 那时候特不方便 一家长去睡的一个靠 就这个一个火炕以后 爸妈或者弟弟妹妹 都是一个睡的一个靠 这就是靠住室以后 每天回来一个 这个楼座上吃饭 靠住室以后 同时吃饭 冬天以后有个火炉子 直接以后 捅在墙上以后 有个烟筒 对 直接以后羊粪牛粪 那时候的想法简单 房子里边就是一个 每天 一个早上以后放牧 中午一个休暮 下午还是放牧 就这种的 这个地方政府和赵商严子 拧进了这个伊犁集团以后 这就是同一半前 同一半前住的这个牧民新村 就是00年开始有的这个变化 古不齐沙漠 由于来一个花沙 慢慢现在变成那个海洋 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030年的制裁共徒了加近40个月 这一万多平方公里这里头东一户西一户都切出来 结果在那儿给建了新房 叫沙漠里头的这些农牧民 现在大家看你们走到牧民行葱 有三十六户被切出来的八户四上来 其中的一户 现在这个产业主要是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发展了借康产业 借康产业就是以我们种植中药材为主 二十四光复产业就在沙漠里头 就是在沙漠湖地 进行的就是太阳的光复自杀 与云农牧民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沙漠主别 有这么多的牧民 他们的产业 就是云农牧带动主别的牧民 小乖的产业就行神渡的这个农合 现在这里生活世界跟城市也差不多 生活呀医疗条件路呀水呀电呀都不小方便 尤其这我们这儿还跟城市一样都有网 家里还能看到网络电视 基本跟城市差不多 我是早上六点多起床 七点七点就得到这个沙漠项目上 检查车辆给车加油检查车辆 这块以后 再就是看八天开始就来游客了 来游客给我接待游客 接待游客中午在那吃饭 从食堂里面做好以后送过去 在那吃饭中午就基本没有时间回来 等晚上以后回来回来的我这个食堂里面人多了 我就帮助洗洗菜 剁剁肉冬炖肉 有时候也忙餐自己也做 我这以后从夏天到冬天一直都在忙 这就是为了多挣两个钱 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为了家这两个女儿 希望他们能好好念书 好好有知识有文化 还是有条件的还是往大城市 往大城市了 或者往大了以后 或者以后出国了 这样的一个方向 教他们以后好好学习 我觉得是更 dere了 解击 参照 解混习 解击 在一起 我们 我们 这是